来看看新闻网 轩炎剑之天之痕 刘诗诗饰演拓跋玉儿 用她的话来说 玉儿是一个刁蛮任性的角色 尽管与之前尝试的角色有很大不同 但对于日渐成熟的刘诗诗来说 拿捏好这个角色难度并不大 而她真正头疼的 其实是作为前辈来指点新人 我觉得可能是我属于第一次 是我要去带人 以前都是别人在带我 第一次带人感觉压力还蛮大的 此次在轩炎剑之天之痕中 将与刘诗诗搭档的是新人蒋靖夫 这个初来乍到的小男生 尽管是第一次拍戏 但还是获得了刘诗诗极高的评价 我们私下都管家负载的 他是一个很勇工很上进的一个孩子 然后反应能力也很快 接收的能力也很快 我觉得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当年也是这个样子 但是他比我的接收速度要快很多 从可能不知道尽头纪尾 然后到知道光在哪里 然后到说一边说台词 然后一边就是可以想到很多的东西 然后再在处理人物节奏上 每天都觉得他们在不停地变化 从胡歌到林更新 再到现在初出茅庐的蒋靖夫 刘诗诗的这些诗歌诗弟们 无一例外地都给人以英俊小声的印象 不过经常在一起生活工作的刘诗诗 但是对这几个型男自然也有着他自己的评价 我承认我们公司三人演员都是很帅的 除了帅之外他们有说是有你觉得 人是因为交出接收的比较多啊 老胡 虚文件我们叫胡老板 因为他也属于 胡老板有 有有有有 属于什么 头 投资 那叫头资 对所以我们叫胡老板 然后 小新的话我们叫二新 对因为他平常就是 就是本身他就有那种特质 会让你就看了他就很开心 然后跟他聊聊天就笑得 就前往后合的那一种 他本身有这个特质在 然后夫仔的话 你看我们管的叫夫仔 他真就是一个 不能说是弟弟吧 但是就是感觉 就是会让人觉得很想 很想 就是把自己知道都告诉他 然后他的就是态度 就会让你觉得 觉得非常的谦虚的一个小好 自从年初因为急性一线炎病倒入院之后 刘诗诗的健康状况就备受粉丝们的关注 这次亮相向山 刘诗诗看上去十分精神 他向记者透露 虽然身体还在调理 但已经并无大碍 工作节奏也有了适当的调整 就慢慢调吧 现在还是要保持素食吗 不是说素食 就是可能就是油 油分的东西要少一些 现在工作的节奏是不是 放慢一点 会会会 我会注意一些 新娱乐在线浙江向山独家采访报道